大家好,欢迎来到Python自动化运维及Web监控系统的课程 今天是我们的第三节课 上节课主要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下kinkins的安装及配置 今天我们终于进入实战了 实战分为两节课 第一节课主要就是讲kinkins如何结合一个真实的项目实现自动化 这一节课主要就是讲kinkins结合一些python的脚本来实现自动化 好了,在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开发流程当中 荣誉忽略的两点 第一个就是测试,第二个就是文档 我们每个项目都应该有测试 而且要把测试写好 现在我们要看一个项目的一个测试的一个覆盖率 当然你也不可能是为了覆盖率的高 然后去盲目的写测试 测试也要写到位 到时候我会带大家一起写测试 现在有一种思想叫做TDD 测试驱动开发 就是说我们先写测试 然后再去实现各种功能 这种思想呢 很多人比较赞同 也有很多人比较反对 就看你们公司以后采用什么样的策略 总的来说就是说测试很重要 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后面自动化应为第一步就是签跑测试 然后再部署项目 我在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下 常用的用来跑 Python测试的一些工具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去看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 这前面几个都是常用的 我推荐使用nose 我们公司也在使用 确实是一个很好用的 而且很受欢迎 第二个文档 你看你使用别人的东西的时候 首先都是相看文档 然后很快就上手了 所以说你要别人使用你的东西 你也要把文档写好 假如哪天你辞职走人的 你的文档写的乱七八糟的 你叫别人 你叫别人怎么用你的东西 是吧 就算是你进别人的公司 然后你去接手别人的项目 别人没有把文档写好 你也很难上手 所以说一定要把文档写好 在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JIT开发分支管理的一个策略 大时候我们Jinkins 就是通过分支策略来创建Job的 第一个组分支Master 我把它理解为一个公测的项目 这个开发分支Developer 一个类测的 就是说我们功能已经开发好了 但是还没完全测试好 就是一般把它放在这个分支来 第三个零食性分支 这三个分支的话 当功能完善了以后 我们应该都把它删除掉 不要在那里测费资源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JIT工作流的一个指南 Gitflow 它跟这个模式大概相似 大家可以稍去了解一下 最后再给大家提一下 我们写代码的规范 一般我们都遵守PEP8的规范来写 PEP8的文档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每一个代码 就是这里面每一个扣的 123就是一个规范 这里面大概有几千多个规范吧 大家也不用每一个都去了解它 我们只用了解一下 常用的就可以了 好 我们开始了 这里面我加了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会用到的一个监控系统的项目 我只是把框键搭建起来呢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项目的一个框架 首先进来一个项目 这上面有它的配置文件 我分别建了三个配置文件 第一个是开发版本用的 一般开发版本 debug我们都改为true 然后database的话 我们也会用本地的database setting是production的一个版本 production我们发布了的话 debug肯定改为force了 到时候上面也有log的级别 log的级别的话 我们肯定也不可能是debug 我们一般都会打成walling或者info级别的 最后一个是test的配置文件 test的配置文件的话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数据库 数据库一般都采用内存数据库 跑了测试以后就自动消失了 有的公司也会采用就是在配置文件里面 通过传商算来判断是什么环境 但那种我觉得不好 一般我觉得采用这三种文件 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还是分开来比较层次比较清晰一点 然后API这是专门写API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我写了一个工具类 一个注解 Python叫装饰器了 扎我才叫注解 扎门用来返回json对象的一个装饰器 还有一个方法叫webjson就是把对象转为json格式 这里面有一个eglow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每个对象的每个字段都返回回去 这里面我们可以把eglow掉的字段传进来 然后他就不会返回回去了 最后一个是验证json格式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长量的 放长量的 有个log放log的地方 还有test 就专门写测试的地方 然后测试的话 一般跟我们上面的路径都是一一对应的 然后名字的命名规范 一般是test开始 你测试什么 哪个类 哪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写这些测试则 我为了验证一下后面的一个效果 这里大家不用看我是那写的一些 后面会带大家一起写测试的 后面等这个项目正式开始的时候 我就会带大家一起写测试 然后再看一下上面 Change Log也是密不可查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见 哪个人在哪个版本做了什么功能 那时候我们也好追溯回去 那个readme就是文档 我这里面简单的写了一些文档 就是一些安装的依赖 怎么跑测试 怎么部署developer 很大个型的一个版本 这些 boreal.json 那时候我们会用boreal来管理一下 我们的js文件还有css文件 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项目所用到的依赖 把我全部都放在一个文件里面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安装 通过jinkins来实验 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任务 我们叫 我们命名也要命名一个规范 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在master上面的 用来跑build的 就是用来专门跑测试的一个项目 让test 我们把这些也洗好 上面用来跑测试的一个jinkins drop 后面下面看一下 丢气 我们不用把每个跑的都保存在这里 我们保存7天就够了 最大保存 三四六个吧 把jit 对吧 我把我的项目已经放在gethub上面去了 到时候大家可以在gethub上面去看一下代码 拿代码来看 这里面是gethub的一个地址 我们copy过来 在master上面 好 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跑一次他就会去拿一下最新的代码 等他去拿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再创建一个四处 我们这个四处的话就专门放与这个项目相关的job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去找 他已经进来了 我就放wall里面也有 这里面也有 那时候我们在这里面有好多个项目 就创建多少个四处也可以 然后后面我也会创建一个叫dany arly 这些专门用来放甲本的一些四处 好 我们已经把代码拿上来了 可以在这里面看一下代码 好 我们先怎么看怎么运行他 上节课我讲了一下 在这里面配置的常量 python的常量 还有gp的一个常量 我们就可以直接引用它 配置 在这里面运行exit shell 这里面也可以写shell脚本 就在我们linux里面运行一样 第一步肯定我们先安装包 看一下文档 我们可以先看文档 第一步安装包 这里面我们都写好了 第二步看 第二步跑测试 好 好就可以了 然后再看一下构架后 如果构架撕断了 他就花邮件给某某某某某 在这里面写一下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 就是用来部署的一个项目 master这个就不叫build了 这个我们就叫deploy一个 然后我们负责现有的一个项目叫master 我们从build上面复制 他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你看他build的那个项目的所有的东西 他都配置他都复制过来了 这里面我们就不是让了 就deploy了 还是从master上面拿 这里面我们就不认识了 因为已经跑过测试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运行他 运行我们一般是不使 我们直接跑setting文件的那个保存 build 再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这个build的成功之后 我们会build哪个项目 我们选择master deploy项目 这个测试成功了之后 我们就自动的跑这个项目 好 我们可以看到 deploy的项目是build的项目之后 跑完之后再跑这个项目 他会自动的跑 然后build的项目 我们是如何启动的呢 我们不可能手动的去启动它是吧 好 我们就看一下这里面 这里面有个 日程表 就是说我们每 再看下下面 这里面有 每个多少分钟他跑一次 然后每个多少 每个十分钟 然后每天什么时候跑 我们一般跑 看你们公司选择什么时候不熟 一般我们公司采用的就是在每天晚上凌晴 然后进行立下不熟 如果有代码更新的话 他就会 他就会去跑测试 然后去不熟 一个真实的一个真实的一个production的一个项目 每十五分钟跑一次 我已经不熟了 然后再跑一下看一下 看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在去安装那些内包了 好大家看到我们已经跑四半栏 你看 能摸到这个 7YMIC口 就证明我们没有安装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先把它扎上去 这里面我就不跑到项目里面去扎了 因为很麻烦到时候 还有 我就在这里面就直接安装就够了 你可以通过这个直接安装 好 再试一下 大家不要向我学习 你们一定要跑到项目里面去把这个加上 我也先加上 但是如果你忘了的话 又会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是吧 看 他又不错了 大家看到这个错误是什么错了吗 首先第一个错误就是说 我在里面找了一个 this the former work的一个框架 然后我没有安装它 也是一个低级的错误 然后上面一个 是因为我他邮件没有发成功 是因为我没有装有件服务的那个 服务器 所以说上面跟我们不用管 先把那个 firmware的那个装上 大家也一定要学会看错误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排除 有错误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可能是神人是吧 一步就成功了 好我们再来一次 看还有什么错误 你看他先他已经有了 然后他就不会再安装了 就如果你要安装就执行更新 好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错误 他没有发现这个 就证明说我们这样安装 包括一个方法是不正确的 没有装成功 那如何安装这个东西呢 我们一般去谷歌上去查一下 Python怎么install instormware 我知道大概是名字写错了 他要找一个 你看 是吧 他里面还有很多依赖说说 要把这三个装上 我们copy过来 那时候我也会带大家 学习一下这个框架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安装他 第二步我们看一下他的文档 要安装这个第三步 要安装一个filter 好再来跑一次 虽然我们查错啊 这些都是这样一步步的来的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不可能全部都记得 好你看他已经把这些安装上了 哦还有一个gsmccon 没有 再来 好成功了你看 这里面有个gsmccon 的话有这样的我们就先不管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跑测试事发成功了 好了六个测试 然后ok了 然后他又去会去跑上面一个 好 不好意思啊这里写错了 这 这个是变成了上级项目去了 应该是下级项目 那你还让我选错了 我说怎么没有去跑 不好意思啊这里写错了 我们不应该在这里面写 这个是dodoafter的一个项目 你应该 在这里面写 看一下 dodo after master 先跑测试 跑了再跑这个项目 好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下 他有个下级项目是deploy的那个项目是吧 他这个跑成功的他才会去跑他的下级项目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够跑成功 好你看这里面已经跑成功了 build已经跑成功了 他已经在跑deploy的这个项目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他已经跑起来了 只是这里面没有结束是吧 这个问题 到时候我们后面再给你解决 然后这里面好像我不可以访问他 因为我的端口是没有 我没有配音端口 这里面就不给大家演示 大家知道 一般我们部署项目就是这样 先部署 先部署 先跑测试 然后再跑部署 production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们针对其他分支也是一样 我们创建其他分支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叫FixBug的一个分支 我们copy一下 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针对每一个分支一般 我们都会创建一个GeniusJob 当然masking我们不使得 我们一般不会 这种呢 我们一般都不会采用说每隔15分钟去拿它 我们一般写成每天凌晨 我们再重新配一下吧 去配成这个吧 大家如果改时间也可以通过这里面 它有什么时候代表多少 这是代表每分钟每小时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一般我们跑测试的这种分支版本 就是我们平常开放用的一个分支的话 我们一般就拿的频率就比较高 就比如说我们每两分钟去拿一次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发过程中 经常提交代码 然后他就经常的会去拿 拿到最新的代码来跑测试 如果错了他就会马上通知我们 是吧 这里面有常用的就是发邮件 还有一些其他插件 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 像比如说这个叫HeapChat的功能 他Jikens也支持HeapChat的一个插件 可以直接发HeapChat给我们一个公司的一个 通讯的一个软件 然后针对一个项目就大概是这样部署 然后我们如果完成了这个功能的话 就把这个Job删除掉 因为我们长长留短几个就是master 然后一个depart分支的这几个四个 这就是一个部署 一个策略 好 Jikens跟一个完整的项目 大概就是这样结合起来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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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